我們不一樣 不一樣 嘿 賽門來囉 賽門今天要跟你談什麼呢 其實在上一支影片呢 我們所推出的無線吸塵器的這支影片裡面 有蠻多觀眾朋友來信 這對他們也對這一組吸塵器蠻喜歡的 一直在問說 啊這支到底要買的啊 這一支好像很不錯的感覺 其實這一組東西是 海耳手持兩用無線型吸塵器 非常的好用 這一支 包含整個配件起來的 大約最重也是在1.25公斤 1.25公斤呢 對一個小朋友 或媽媽 女朋友 勞勃等等之類的 都可以很輕而易舉拿起來 但是呢 其他的大約都會在2公斤以上 就比較不那麼適合 我在這一邊 測試一樣給你們看 它的吸頭還是會轉動 那為什麼要讓它會轉動呢 因為你在吸的時候 它還可以幫你把 上面的毛鞋本格就是往上刮 刮上來之後 它會吸到它的集塵器裡面 壓嘴刷的部分要吸什麼呢 你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吸的 包含說你的車用也可以去吸 比較勾勾比較難吸的地方 包含說你的窗屋 這一些我們都可以拿來吸它 另外它還有配了這一個圓形的毛刷 圓形的毛刷 我們在很多地毯上面 都可以去把它刷一刷 然後把一些 垃圾一些灰塵都整個吸進去 那很多人都會說 那你這支可以用不久 它是可以充到20分鐘的 充飽店之後呢 你在家裡 你突然間小朋友 灑了地 灑了紫屑 灑了餅乾屑 你都可以拿起來 你什麼吸都可以 另外呢 它也沒有任何的耗材 所以 我們要清理它也是非常好清理 比如說 我現在就可以很簡單的拆解給你們看 它是沒有耗材的 所以它做環保材質 你可以隨洗 那隨洗的部分呢 整個拆卸就是只需要幾個步驟 拆起來 那只需要把這一個部分拿起來 那整個就是這樣子扭開 就起來 這個部分你都可以去把它做一個清洗 清洗完只要曬 我們曬個太陽都OK 那這個部分 這邊就是拿起來 那它裡面這裡有一個防塵海綿 這個也記得要清洗 那裡面在這邊是有過濾心的 OK 那這部分呢 在這邊 毛屑什麼 我們都可以拿一些清洗 那包含說它裡面有這個橡皮筋 我們都可以一樣拿起來做一個清洗的動作 OK 就是這樣子 這個部分呢就是我們這一次我們介紹的 海爾的兩用手持型無線吸塵器 你可以在家裡用也可以吸你的車子 如果你還有其他不明瞭的地方 歡迎您在我們下面去做一個留言 那我們都會為您做解說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 喜歡我們的產品 麻煩請你在我們下面按個訂閱 也給我們個讚 感謝您 謝謝 天哈第一吸塵器 加來塞門波斯社團唷 我們在這裡 在這裡等你